突然嘛,昨日下午宣的纸,今日出发,很正常啊,江城说完都觉得自己的话非常不合情理,没事就去当你的差,别来此处虚话摸鱼。 赶走了看热闹的公公,江城总算看到不远处,从不撵下来的几个人。 江城一个上前,在魏无县面前,单膝跪地请安,皇上吉祥,请兰贵人,温长在安,左将军,今日围猎的一切事物,可都安排妥当了。 禀皇上,一切皆按照皇上的旨意行事,马车在前头,让微臣领您过去。 有劳左将军了,准备好了随时出发。 是,与江城演了一段军人沉中之后,三人上了马车,温宁阿京坐在马车前头驾车,缓缓地跟着大队人马往城南郊外移动,马车内极大极宽敞,温情算是坐在黎望县二人最远处的边上了,但他依旧觉得浑身不自在。 要不是为了外头几百双眼睛看着,他早就跟弟弟一同在外驾车了。 其实,他们大可在安排一辆马车的,听说最近楚秀宫热闹得很,灭怀桑回回都能撞见有人在楚秀宫门口等着召见。 魏无羡开启了话题,正好散去温情的不自在,不过这话题他不是很开心。 他幽幽地看了一眼皇上,托皇上的福,自从您将亡灵交与苏水降级之后,力补,公布三不五时便派人过来关切以及讨好,幸好您早早进了整个楚秀宫的族,让贫妾不用去面对那些给击败年的黄鼠狼。 温情话中有些怨对,虽说魏无羡的旨意确实帮他挡下许多不必要的人情压力,但是把他跟另外两个疯女人关在一处,他平时无照又不能出去,每日只能听着两个泼妇在骂街,简直比坐牢还苦,苦不堪言。 力补公布如今只下你一个人还在后宫,他们不扒着你扒着谁。 怀桑说力补侍郎来了许多趟,温竹刘是带着温朝的命令来的,因为禁足可以不接见他,但他还是能把讯息带进楚秀宫内,魏无羡笑出了声。 内务府,除了这里,力补也没有找牙在后宫了。 没错,温朝下达了什么命令? 还能是什么,不就是要贫妾好好伺候皇上,赶紧地力争上游,稳固自己在后宫地位。 可他不晓得你与温宁打算在省亲那日出,公,这是温情提出的要求,而魏无羡也答应了。 当然不可能让他知晓,也请皇上保密。 他进宫本就是为了温宁,如今皇上跟温氏的恩怨即将白热化, 他们这些不同宗却同性的人只能赶紧远离,避免遭受愚痴之殃。 这是自然,你们姐弟俩前后也帮了朕不少忙,这点小事连还是能做得到的。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,那容我再问一个问题成吗? 准,请问皇上,您围猎就围猎吧,带着会舞的蓝贵人还合理,带着贫妾是几个意思啊? 贫妾一拉不了功,二野兽来了,跑不动道,还得人保护,三您不会是让贫妾来料理膳食的吧? 他自认兼要功夫一流,可兼其他的他就没办法了,连最简单的兼但他都是一窍不通的。 做一般膳食跟要膳,可是天差地别的,昨日温宁不是才告诉你。 朕近期会安排去吏部尚书府一趟,你不是这么快便忘了吧? 昨日温宁带着皇帝旨意与他碰面,知晓皇上近期有计划要进吏部尚书府一趟。 他心里明白,八九不离十就是为了那只旗子,他也做好了皇上会要他随嫁的准备。 没成想,结束会面回到楚秀宫没多久,旨意变下来了,他还赞叹着皇上说风是雨的行事风格,做事不拖泥带水。 结果宣读的旨意居然是八杆子打不着一处的狩猎,他就不明白了。 不应该是去尚书府的旨意吗?怎地会是陪同皇帝一道去围猎? 再者,为何要他陪同? 自然是记得,但与今日围猎有何关系? 咱今日围猎的地点,在祁山猎场。 话一说出,温情心里稍微有点数,所以您是打算围猎之后,上温朝那吃一顿便饭。 若是打算在吏部尚书府找那只旗,那一日是远远是不成的,至少需待上一夜。 温情毕竟是从尚书府出来的,心知白日里根本无法明目张胆地尽以封锁的温若寒的院落。 真要找,只能在晚上。 魏无羡点点头,朕正由此打算,那要用何理由?毫无明目地在不对付的众臣家中借宿,怎么听都有企图。 魏英,蓝忘机也不明白魏无羡要如何将两件事情都在一块。 昨日与小星辰讨了一个小忙后,魏无羡就开始张罗今日围猎的事情,他还来不及问清楚,今日就匆匆忙忙地上了马车,线下也是一头雾水。 围猎嘛,总会有些意外发生,若是正在吏部尚书府附近的猎场受了伤,魏无羡还没说完,马上被旁边的人给喝止。 不可,蓝忘机第一次不雅正地打断别人的话,不止魏无羡吓到了,温情也没想到蓝忘机会有如此大的反应,这人上马车之后一直都冷冷的,一遇上皇帝的事竟如此冲动。 蓝湛啊,不这样没办法顺理成章地进入温潮的地盘,更遑论能待上一夜,魏无羡解释道。 他知道蓝忘机可能会反对他的计划,所以昨日刻意忙起来忙活今日的事,但是忙也是真的忙,想着出发之后,这事儿等同建在弦上,不得不发。 蓝忘机便能顺着风向赶鸭子上架,没想到还是遭到激烈反对。 若是没有理由,大可不尽。 蓝忘机的态度坚决,不愿魏无羡为此受伤。 但魏无羡可就难办了,那阵今日安排这场围猎不就没意义了? 难得小师叔都答应了虽然他也没怎么说服,小星辰便同意帮忙了,但是万一他不帮,那这计划还真进行不下去了。 你让小星辰道长做什么,蓝忘机才想起这是还有小星辰的帮助。 不过到底,魏无羡要他做什么? 小师叔会遇寿之术,若是让他控制野兽,至少还能将伤害掌控在自己手上。 不然,朕怎么可能让自己陷于险境,白白地让野兽攻击? 魏无羡再次说服蓝忘机于无形,与碧又眨了一下眼睛,朕又不是傻子。 这个方法确实是挺傻的,杀敌一千,自损三百,不过若要顺理成章地进入力不尚书府,这的确是最不让人起疑的方法。 蓝战,温情都这么说了,况且他还是个医者,能在当下立刻处理伤口。 加上是让小师叔操控的野兽,你还有何不放心的? 蓝忘机的眼神不容置疑,为了那只棋受伤,不值得。 不是为了那只棋,是为了你,你当年不也是为了护我而受伤的? 旁人若告诉你不值得,你就不会做了。 与我而言,自然是值得。 那对我来说一同,蓝战你就答应我吧,魏无羡已往上扬的桃花眼,如今弯弯地下垂。 表情是说有多委屈就有多委屈。